第七集 方平有点不知道该咋说 我能说我期许1.1吗 关键是 他不知道现实当中 到底是怎么统计的 又以什么为单位 还好 不用方平回答 杨健就插话笑道 臭男 我看方平根本就没去检查过 这家伙要是真去测课 恐怕早就跟我们说了 张浩爷帮腔道 大概真没检查过 不过看他这小身板 肯定没我高 别吹了好不好 张楠也就是问问 方平既然没说 不管是没检查 还是不想说 他也懒得追问下去 比试了张浩一句 张楠边走边摇头道 咱们搬这次 大概又是陪太子读书的命 前天 我又去查了一次 我气血波动 最高峰才108卡 唉 体检之前 只能想办法再吃点补药 看看能不能提升上去了 张楠说完 杨健咧嘴笑呵呵道 我比你稍微好点 上次检测 我最高峰112卡了 卡 显然就是气血检测的单位 听起来是越高越好 方平没检测过 这时候也不怕露窃 闻言问道 咱们搬谁气血最高 走在几人最前方的一个阳光少年 这时候转头笑道 按照上次的结果 应该是我最高 顶峰期115卡 这人方平其实认识 虽然如今世界有些变化 人还是那个人 说话的 是班上文化课成绩最好的那位 当然 现在是不是 方平不太清楚 不过这家伙不是班长 实际上 在场的都不是什么学生干部 因为大家没时间浪费 也没工夫给其他人服务 名字叫什么 方平回想了一下 应该是叫 吴志豪 吴志豪说着 又摇头道 虽然我气血还行 可重点班那几个家伙才高 最高的周边 上次听他们班人说 巅峰值都有120卡以上了 咱们学校别人不好说 朱斌考上的可能性九成九 只要中间没出意外 哈哈 志豪 要不你故人打断他的腿 咱班 也少个竞争对手 张浩笑哈哈的打去道 吴志豪翻了个白眼 吴语道 又不是咱们学校选吧 朱斌就算没考上 跟咱们关系也不大 要不然 我还真有这想法 张浩黑黑笑了一声 随口道 哼 反正试试看 说不定就扛上了呢 去年南疆五大的招生标准 气血112卡就够了 今年就算高一点 也高的有限 反正我觉得 你问题不大 吴志豪再次摇头道 玄 这几年 每年标准都往上涨 我看今年最少 也得115卡以上 还有 光气血达标也没用 其他的呢 关键不是看这个 还得看其他人 要是其他人都低 我们高 那我们就有信 可其他人都高 咱们考得再好 也考不上啊 这些招生标准 和文科考试一样 并不是固定的 五科生名额就在那 或许你今年的成绩 按照去年来看 可以考上五科 可今年大家都强 那你还是落选 又或者 你今年考得上 结果大家都上 你就算没去年 那批人强 也能考上 不过如今的时代 大家日子越过越好 几乎每年都在 往上涨标准 往下降的概率太低 按照吴志豪的说法 四班加上方平 总共报名的八个人 气血超过110卡的 也就三个 吴志豪 杨健 另外还有那个 没怎么说话的女生 刘若琪 其他人 包括张浩 都没达到110卡 不过张浩 距离110卡不远 考试之前 多吃点补血气的补品 还是有希望的 这不算是作弊 在这个年代 真正能起补气血 效果的补品 都很昂贵 吃得起这个 家境都不错 而舞者 也需要财富支持 家里有钱和没钱 对舞者未来的 支持力度不一样 财富决定未来 虽然不是绝对现状 却是普遍现状 所以哪怕 现在没到110卡 张浩也敢报名 就因为他家里 已经帮他准备好了补品 之所以现在没吃 主要怕消化之后 药效流失一部分 达不到标准 而体检之前吃 虽然一时间 无法全部消化 可对于想要入门的人 是好事 可以爆发更多要效 这事儿 张浩没说 不过实际上 其他人都有类似准备 当然 也有例外 比如方平 他报考五科 太过突兀 父母根本没想到 他会要报名 而实际上 就在方平 不知道的情况下 方平荣已经在考虑 要不要给儿子买一些 气血补品了 可惜那些补品药品都太贵 动辄就是万元起步 老方现在还没下定决心 听着大家聊天 方平暗自思量着 我这1.1的气血 是不是可以换算成110卡 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不过就算是110卡 好像也没啥优势 毕竟普通班的吴志豪 都有115卡 重点班那边 超过110卡的 应该不在少数 去年南疆五大招生 最低标准 是112卡没错 可今年就不好说了 看来还得在这方面 下点功夫才行 起码要过了前三过 才有时间考虑后面的事 方平心里想着事儿 众人也到了办公室门口 办公室中 交钱 登记 填写报名表 流程很简单 在其他人没注意的时候 方平再次做了个试验 不经意地摸了几把 其他同学交的报名费 结果也没出他所料 财富值并未增加 这一点 方平早有预料 也算不上失望 人不多 报名的事儿 很快就结束了 班主任将学生们的报名表 收集在一起 扫了一圈面前的八人 这也是四班今年考五课的希望 其他人 班主任之前都差不多知道 唯一的例外 就是方平了 作为方平的班主任 方明荣也来参加过家长会 方家的情况如何 刘安国还是有数了 不过每年这时候 想搏一次的学生大有人在 意料之外 情理之中 收敛了心思 刘安国开口道 后天 也就是九号 南疆五大的 王金阳同学 回校为大家做考前事宜 大家应该都知道 记得到时候都去参加 众人联盟点头 有前辈来讲经验 对大家还是有一些帮助的 到时候 学校会发具体的 五课考核时间表 以及各种注意事项 都仔细看看 刘安国虽然是大家的班主任 可班级这种 面对大众学生的集体 主要还是教授文科知识 五课只会简单提一些 不过学校有五课培训班 外面也有五课辅导班 这才是五课生学习的重点 其他人或多或少 都去上过课 或者干脆请了五课家教 众人之中 刘安国扫了一圈 恐怕也就方平没去过了 这点不用问 真要去过 方平没说 他父亲参加将长会 不至于一点不提 心里也微微叹息一声 刘安国忽然起身离坐 蹲下来 打开自己办公室的柜子 过了一会儿 刘安国起身 手上捧了一朵厚厚的书籍 放在办公桌上 对方平说道 看看有没有什么需要的 其他同学都参加过 学校的五课培训班 这些资料他们都有 你这边缺什么 先拿去看看 方平微微有些意外 不过这的确是 他现在需要的东西 文言急忙道 谢谢老师 刘安国并未在上面 大书特书 虽然这些资料不算便宜 哪怕在外面买 也要好几版 可对于家境贫寒的同学 能稍微照顾一些 他也不介意帮个小忙 见方平来之不惧 喜滋滋地将所有资料书籍 都抱在了怀里 刘安国有些哭笑不得 看这情形 恐怕这小子真的毫无准备 要不然有些大众化的书籍 没必要带走 虽然已经对方平 不抱太大希望 刘安国作为班主任 犹豫了一下 还是转头对吴志豪道 方平同学 对吴可考的了解不如你们 专业考知识掌握的 也不是太多 这些书籍 现在想全部看完 恐怕难度很大 吴志豪 你看你的专业考笔记 是不是能给方平复印一份 比起书籍 这些被考的五科学生 自己记录的笔记 效果更好 考核重点 归纳统一 这些东西 都是学生们自己归纳的 吴志豪是四班成绩最好的学生 考上五科的希望也最大 借他的笔记复习 可以节省很多时间和精力 不过笔记是个人的思误 哪怕班主任 也没权利硬性要求 只能商量 原本老班送书给自己 方平就已经很感激了 没想到 老班居然会向吴志豪开口 要给自己复印笔记 前世 自己的班主任也是个好老师 可方平成绩不上不下 和老班的关系一般 接触不多 没想到 班主任比想象中更负责 但方平自己没准备好 可不是他这个老师的责任 送书已经是额外的勤奋 现在居然还主动帮他要笔记 方平不等吴志豪开口 急忙道 刘老师 不用了 他话音未落 一旁的吴志豪就笑道 没事 回头用我的复印一份 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说句现实点的话 用不用得上 都是问题 吴志豪也不怕打击方平 实际上 大家都清楚 哪怕吴志豪自己都不见得有希望进入第四关 专业考 班主任既然开口了 吴志豪也不想搏了班主任的面子 吴志豪都这么说了 方平也不再矫情 连忙道谢起来 确实 看着手上这一大堆书籍资料 方平也头大如牛 能借用一下吴志豪的笔记 他也能知道考哪些重点 不至于一头雾水 全部都看完 说完了这些事 报名的事便结束了 刘安国让几人回教室 自己继续低头批阅试卷 出了办公室 吴志豪主动对方平说道 我那些笔记 有些放在家里了 要是急的话 晚上你和我一起去拿 不急的话 明天我带过来 已经成了别人的人情 方平拿好意思让对方带来 连忙道 我去拿就好 这次真的太可惜了 别客气 都是同学 吴志豪没有太多的傲气 笑呵呵道 咱们普通班 考上五科的几率太小 我们彼此不是竞争对手 不过我说句实话 你别介意 最起码 在过了体检之前 这些资料 你都不用去看 免得耽误时间 等你体检过了 你可以在这上面 多花点时间 五科专业考 虽然考的项目杂 内容多 可和文科有点不同 每年考核的内容 大体上都是那些东西 其实对我们考五科的学生来说 最难的 不是专业考核文化课 而是体检和实测 这些东西 几乎都是硬性要求 也是淘汰率最高的两贯 吴志豪刚说完 一旁的杨健就郁闻道 是吗 为什么我觉得专业考和文化课就很难 吴志豪懒得搭理他 这事儿 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 方平再次点头 他现在就是心嫩 多听听这些人的经验之谈 没毛病 想了想 方平出声问道 那个 气血检查 应该去哪儿检查 作为突然插进来的五科考生 方平不觉得自己无知有什么问题 其他人也的确不意外 杨健马上道 检查气血的气血仪 咱们阳城只有敌人民院才有 这玩意造价太高 咱们阳城毕竟不大 用到的人不多 所以没了选择 杨健说完 张浩爷马上提醒道 方平 我要是你就不去检查 不是打击你 反正你现在补气血 也来不及了 这玩意儿检查费特贵 五千块一次 不二价 距离体检时间 也不远了 还不如干脆等体检的时候再看 五千 方平咋舌 这简直是抢劫 不过独门买卖 对于备考的五科考生而言 提前知道自己的情况 那是必须的 所以也不愁客户 原本还想弄清楚自己情况的方平 现在只好放弃了这心思 大概是知道方平的心思 吴志豪忽然笑道 医院的气血液 是大型气血液 可以准确检测出气血波动 以及颠峰气血值 不过你应该是第一次检查 倒也没必要弄得那么清楚 晚上你不是要去我家拿笔记吗 我家有台小型气血仪 就是误差有些大 上下浮动有五卡 你可以试试 我去 志豪 你家还买了这个 吴志豪话音一落 其他人都有些惊讶 虽然小型气血仪 没有大型的贵 误差越大越便宜 这种误差五卡的 已经算大了 可就算如此 这种特定的仪器 也很贵 起码在大家眼中 算是惊人的巨款了 像吴志豪家里那种 最便宜也得几十万 吴志豪不以为意地笑道 二手货 其实也不值多少钱 加上我经常要检查 去医院也贵 还耽误时间 所以我爸才给我 逃了台二手的 就是大志策策 这倒是实话 对于他们这些人 要的就是精准 上下误差好几卡 这也太不准确了 在场的这些人 真要去吴志豪家检查 恐怕大家数据 很有可能都是一样的 更甚者 最终结果出来 杨健比吴志豪高都正常 真要按照这个数据来做准备 那就等着被淘汰吧 不过对其他人没用 对方平确实有大用 现在的方平 主要就是想看看 自己那一点一气血 到底能改换成 现实中的多少卡 有个大致范围就足够了 听到吴志豪这么说 方平急忙堆笑道 那就麻烦你了 这都不知道 该怎么感谢你才好 没说到 等我考上了 绝对请你吃大餐 张浩顿时大笑 打趣道 方平啊 我就怕 吴志豪等不到 这顿大餐了 一边去 方平自信满满道 我肯定能考上 这点完全不用质疑 众人再次笑了起来 也不算嘲笑 只是觉得方平 真的够自信呢 在场的八人 恐怕吴志豪 也不敢说 绝对考上 笑了一阵 张浩又对吴志豪道 志豪 晚上方平去你那检查 明天记得告诉我们结果 虽然不是太准 不过多测几次 还是能大概 弄个明白的 众人对方平的气血值 还是有些好奇的 纯粹的好奇而已 就如平时考试 你对其他同学 考了多少分 也很好奇一样